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民星期四將前往南蘇丹首都朱巴 會見南蘇丹總統基爾 並到訪聯合國為飽受戰火遊樂的南蘇丹平民設立的避難所 在潘基民即將訪問南蘇丹之際 參與和平進程的南蘇丹反對派組織正準備 按照去年8月份簽署的和平協議組結團結政府 南蘇丹聯合監督及評估委員會星期二宣布了 一項關於准許1370名反對派武裝人員進入首都的協議 此舉是為了反政府武裝領導人馬查爾加入過渡政府做好準備 分享權力的過渡政府組建完成之後 預計將會有更多的安全部隊 雖然南蘇丹各方在推進和平進程 部分地區仍然發生戰鬥 兩年來南蘇丹的暴力造成幾萬人死亡 二百多萬人流離失所 一下子 三年來南蘇丹的暴力造成幾萬人死亡